在台海除了空中 这个解放军机进到了我们的应变区之外 在海上也有一场对峙 空中海上都非常的紧张 这个部分我稍后再讲 但是当然了 在民进党的所有报道当中 都是轻轻的掠过 你问他进入应变区 然后呢 我跟你讲就是没有然后 他只是告知你有这件事情 用非常小的字 因为我们有美国保护 是吗 我就请教一下委员 这个拜登接受Time杂志的一个专访 当然这个专访很长 他讲东讲西 讲到了俄乌 讲到了中东 当然也讲到了台湾 等等 那你就看到讲台湾的部分 其实这个网上都有他访谈的原文 他们也写了一篇这个报道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英文的 其实中文的翻译通通都有 但是同样一篇访问 在不同的媒体当中 他有不同的标题 透露出不同的讯息 比方说你看到自由时报的讯息 就是拜登接受时代杂志专访 重申不排除出动美军保卫台湾 超清楚有没有 一定会出动美军哦 保护台湾哦 你想到什么 哇 美国军人要到台湾来 真正开战的时候 会帮台湾上前线是吗 但是你看到TVBS就怎么写 出兵护台问号 时代杂志专访 拜登谨守战略模糊 然后我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 就说拜登又缩回去了 过去他前几次有些是脱口而出嘛 讲出来后来不是白宫赶快出来 帮他这个圆一下吗 好多次是这样哦 那这一次呢 拜登他的这个讲话 说实话他有点 有点有点绕哦 但是绕来绕去绕懂了 就是他感觉上 非常非常的保守跟谨慎 你看到记者问他什么呢 你多次表示会动用美军保卫台湾 这意味什么 会用什么样的形式 然后巴巴巴 我曾经跟大陆领导连说过什么啊 等等之类的 反正结论就是我们不会寻求台湾独立啊 也不会就我们不会寻求台湾独立就对了 那记者又追问他 如果可以的话 不排除在台湾 遭到入侵的情况之下 像美军部署 像台湾部署美军吗 这个可能性不排除吗 拜登的回答是说 不排除使用美军啊 但是这跟派遣迫海空军军力到台湾 是有明显的差别 语义上的一个差别 这个 你看这个英文原文 你不要说看英文原文 你看中文原文 如果中文理解能力OK的话 应该也就懂了 对不对 因为所谓的呢 这个使用美军 派遣美军 或是部署等等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想象 部署不像你想的 部署美军就一定在台湾吗 我在关岛部署也叫部署啊 我在日本也叫部署啊 我也没有说部署在哪里 我也没有说部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委员你怎么看啊 当然同步的啦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 太多讨论 但毕竟他是三军统帅啊 最新的赖清德 在民进党中常会 讲到了新加坡的相会 他说多个国家在会中 公开关切台湾情势 那台湾呢 愿意互利共荣 也呼吁中国与台湾 共同肩负和平的责任 与此同时呢 中央社有一篇报道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 很诚实 他说鉴于台海局势紧张 所以台积电呢 曾经跟客户讨论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有够惊吓 叫做是不是要把工厂 迁出台湾 当然啦 结论是完全迁出 是不可能的 那部分迁出是可能的嘛 对不对啊 部分迁出迁出哪些呢 迁出核心的部分吗 不知道 但光讨论这个议题 我觉得已经是蛮惊悚 你就知道在台积电 还有他们客户的眼中 台湾有多危险 好 当然历头 这个刘登一有讲 说这个最后一次 退休前的股东会 然后他很呛华为 没有办法超越台积电 这点一下子登上了 路网的热搜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再讨论 我们先讨论跟台湾 相关的部分 我以为你这个怎么看 你觉得拜登的这次讲法是怂了呢 还是硬起来了呢 可能我们台湾有很多的 这个报道的 可能要嘛英文不太好 或者故意选择性的翻译 是的 我来跟大家讲原文 Time杂志是问他 他说你在很多场合 都说过要用美军保卫台湾 他说问他 然后接下来是正正的问题 他问他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that mean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后面是这句 很重要都没有翻出来 Is it boots on the ground 很多人不懂这句叫什么意思 Is it boots on the ground 这是标准用语 Is it boots on the ground 是派遣地面部队 很多人都不翻 不晓得他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派遣地面部队吗 Boots on the ground 军邪踩在地面上 就是踩在台湾嘛 军队要到台湾了 后面讲个 What shape would that take 还是其他的形式 你是要派地面部队到台湾 还是要用其他的形式 拜登就开始删斗了 他说 要看情形 第一句要很清楚 不用英文教学 他说 You know By the way I've made clear to Xi Jinping 说我跟习近平讲得很清楚 我们同意 而且我们有签字 这个历届的美国总统 以前历届的美国总统都有签字 那个一个政策 什么政策呢 他说 We are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我们不寻求台湾独立 Nor will we infect 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啊 然后我们最经典那一句话 这个不晓得他的语气的人 就可能不晓得他讲什么 注意到 Not defend Taiwan If they if 什么意思 如果他们搞独立 我们不保卫台湾 对 是 郭京主为什么不翻出来呢 中央社 注意到我在那边 Not defend Taiwan If they if 就是如果他们搞独立 那我就不保卫了 后面 If China unilaterally tries to change the status 如果中国单方面要改变现状 然后 And so We are continuing to supply capacity 我们就持续的卖他们武器 这有什么话 然后这个 And so 他有点的口 闹舌了 We are being in consultation with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他说 我们有一直跟临近的盟友 他临近的盟友 菲律宾吗 还是日本 还是韩国 他开始在躲这个 后面 Time杂志都知道他在闪躲 对 主持人问他的问题 非常的清楚 派遣地面部队 但他就是绕来绕去 然后他说 Time杂志追问 So if I might not ruling out the possibility of deploying US troops 就是说你并没有排除要派美国的部队到台湾 to Taiwan in the case of an invasion 如果台湾遭到入侵的时候 你不排除要部署美军部队到台湾 你要怎么回答 他说not ruling out 我是没有排除掉 using US military force 我没有排除到要用美国的军律 There is a distinction 但是有个区别 这有个区别 Between deploying on ground 到底是要部署在地面 Air power 空中 还是naval power etcetera 就是我到底要派地面部队去 还是要派空军去 还是要派陆军去 这是有区别的 欢迎就要说 我没有说要派地面部队 而且说实话 他这样讲 也是讲得很模糊 怎么说呢 你说我要派什么空中地面 问题派在哪里 对不对 对啊不讲 这也是啊 然后更后面的 Time早就追问 So you are maybe striking from bases in Philippines or Japan Is that 还是你要从日本还是菲律宾的基地 来发动攻击 拜登怎么讲 I can't get into that 我不能再讲 你会来骂我 You would then criticize me with a good reason If I were to tell you 那我们就不必说这个事情了 就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 他没错 他说掉了 所以听完委员这样解释 中英文教学 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其实他就是又回到了模糊 其实很模糊的回答 对不对 而且不只模糊 而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我们没有支持台湾独立 台独的部分是讲的 我们过去一直都没支持 我们有跟中国签了这些历届总统都签了这些政策 对所以 但是我们不会保卫台湾 如果台湾搞独立 如果台湾搞独立 不会保卫台湾 但如果是大陆改变了现状的话 后面他就开始一大串的磨叽化出来了 可能会派出军力 然后供应武器 然后后面记者再追问 他开始绕场子 那你是要从菲律宾 还是要从日本派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 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薄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 一起健康下单吧